让人实在难过悲伤 躺山被打女子的伤情鉴定来了 大家好好听一听啊 伤情鉴定报告 一 头皮缺省面积累计75平方厘米以上 一个平方厘米大概是我们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 75个指甲盖连在一起 让人心疼不敢想象 鉴定的第二条 开放性颅骨骨折 半硬脑膜破裂 三 颅骨凹陷性或者粉碎性骨折 出现脑受压症状和体症 需手术治疗 四 颅底骨折 半脑肌液漏持续四周以上 五 神经损伤 引起相应的神经功能的障碍 六 伤性中瓦膜下腔出血 半神经系统症状和体症 一 脑裂伤 半神经系统症状和体症 八 颅内出血 半脑受压症状和体症 九 外伤性脑梗死 半神经系统症状和体症 一至九条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恐怖 面部缝了十多针 头顶缝合了无数针 你想想七十五平方厘米的缺损 怎么缝合呀 场不人堵啊 全身多处骨折 臂障破裂 鉴定的最终结果是 重伤二度 这么些医学的常用名词 我们也不太了解 居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说 这个姑娘将来即使伤口愈合 人有可能变愁 变傻 甚至变贪败 大小变失禁 当时伤者的照片 我们看了已经是触目惊心 雷后的那家医院 居然说只是个轻微伤 没有大碍 说实话我们都希望没有大碍 但是不幸的是 绝对有大碍呀 重伤二度 十九岁花朵刚刚开放的年龄 花季年龄 被一群流氓恶棍瞬间摧毁 让人疑惑的是 当初医院为什么要撒谎 这个姑娘怎么度过往后的时光 那些个恶棍 如何才能够血在血长 我真的是气得语无人次 如何才能血在血长 亲爱的朋友 请您点赞转发 留个言告诉我吧